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他喜欢的歌手 他的低沉嘀喃 不晓得陪伴他多少日夜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度几次 从他的音乐里得到安慰 他很聪明 聪明到人们戏称说要用铝箔纸包住头 才能抵挡他用脑波控制人 他也很温和 温和到几乎没有几个人看过他大声说话的样子 他可能还很孤单 因此才特别能体会Leonard Cohen 本音乐里的哀伤 翻开维基百科 关于唐凤的个人简介 网页左侧什么都写上了 他的性别认同 他的家庭成员 他的出生地 他的专业能力 唯独落了他的学历 各种登上维基百科的名人不忠 没备注学历的倒是少数 大概是因为学历根本不能代表唐凤 1995年 他14岁 因为意识到现行教育体制不适合他 因此申请在家自学 2018年 唐凤曾在个人脸书上撰文提及当初选择自学 是因为觉得课本知识比网络资讯落后近10年 与其继续念高中 他更想直接做研究 在唐凤眼中 学习不是只为了升学 而是在茫茫学问之中 先广泛接触各种类型 进而选择一个最想前进的方向 他用了很浪漫的比喻 把学问融会贯通后 我们就能打造属于自己的星座 不是12星座的其中一种 而是能够自成一格的星座 他很早就体悟 当你感觉世界不适合自己时 你永远有权利say no 永远有权利提前跳下车 走自己想走的路 用自己的方式探索 没必要在大好青春之际 把身体缩在木制课桌椅里面 把思想禁锢在短短几平方公尺的教室里 唐凤选择自学的原因 除了是能透过网路学到更多以外 还有曾在学校被霸凌的阴影 根据亲子天下报道 唐凤表示自己在就学过程中曾因为老师无法教 同侪不认同等因素遭受同学霸凌 当时的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每晚都要在母亲怀抱里入睡 被霸凌者经历的一切苦痛 他逗着实体会过 只是 他是如何看待过去这段日子的呢? 2016年 唐凤在青春发言人节目中再度谈起霸凌问题 唐凤说话时总是轻柔 语气也温和至极 这样的温和 是他充分理解他人 并尽最大可能同理他人之下的结果 因此 他究竟是生来温和 亦或是选择温和呢? 答案 或许不正自明 除了高智商以外 唐凤另一个引起关注的原因即是他的性别认同岁那年 他在部落格宣布自己的跨性别身份 写下 不管现在 过去或未来 我很乐意大家用女性的名词来称呼我 10年后的2016年 因为将成为政务委员 他的性别认同议题再度浮出台面面 面对媒体提问身份证性别栏是否已经转换 他回应在行政院人事资料表上 我的政党蓝和性别蓝填的都是吴 同年 他接受法国媒体新观察家Leneuvelle Observator 访问 提及自己在性别议题上属于后类别 并表示在性别争论中我不选边站 并不是说我认为这个议题不重要 而是我认为争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被问及是否有做变性手术 唐凤也回应 我其实没有变性 我一直都是我自己的样子啊 而唐凤父亲唐光华也曾公开表态支持唐凤成为自己 如果他觉得性别的转变可以让他更快乐 更能发挥创造力 又不会伤害任何人 没有理由不接受 唐凤之所以爆红 不单因为是智商180的政务委员 也不仅是跨性别身份 而是不论他身处什么位置 位在什么地方 都能持续忠于自己 坚持为自己相信的价值努力 在他身上 我们看见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这句话的具体实践 当你不追求完美 只追求完整的自己 你会是自己世界里最独特的存在 自 бог看到她他们在给予的低音 separ论 不错 明真是遇到的